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紅色三角形 隨便啦 先看模式 操作完之後 寫下面的第一小題的學習單 來 開始操作 第一小題我們是不是操作模式一去拉動 那個紅色三角形對不對 來 我們有發現它變胖的舉手 變胖的 好 放下 有發現它變瘦的舉手 好 老師在問 所以你第一個就第二個就打勾了嘛 那第三個 你有拉的時候發現它大小改變了 但是形狀不改變的舉手 你有發現 好 放下 模式二之後我們要調整長跟寬 看這邊 我調整長跟寬 按進去之後 你任意的調整長或寬 你喜歡這個小舞隊長瘦一點 還是我希望你的身材跟我一樣胖一點 或是我要讓它瘦一點 調整完之後 調整完之後 然後 確定 確定完之後 調整它的倍數 有沒有 那是我剛剛按的時候 是不是出現很多長跟寬的數據 然後呢 把這些數據寫在我的學習 我們的學習單的第二小題 OK嗎 好 開始 嗯 嗯 嗯 睡兩肥 那你可不可以透過你們操作的結果 找出更加不一樣的關係 這就是小數 然後再多加零點 你就會是下一個答案 就是長跟寬 同成一個數 它的胖瘦一定會不變 就像上面這邊 它這邊五變十是乘以二嘛 然後四變八也是乘以二 然後它的胖瘦就沒有變 然後第二個是胖瘦不變 它的比例一定一樣 一個是五跟十 五比四 然後一個變十比八 那五比四就等於十比八 所以它一定不會變 長是Y嘛 對不對 寬是S 我可不可以列一個數值來表示說 S跟Y之間的關係 好 OK 謝謝 它說它們的數據 每一個的Y 去除以S 都是四分之五 如果這個長是Y 寬是S 那這個數據 S跟Y的關係是什麼 相除都會是 二分之三 有沒有每個都是二分之三 有對不對 好 那你可不可以幫這樣的關係 命一個名字 比愛情還永恆不變的關係是 愛情永恆不變的關係 好 因為它永遠都不會變 永遠都不會變 那這邊數學上永遠都不會變的是什麼 就這個情境 就是 是什麼 同層數 就是胖瘦就不會變 然後它筆 筆直也永遠都是一樣的 長跟寬的筆直永遠都是一樣的 OK 如果有兩個數之間的關係相處來固定 我們數學上的名字叫什麼 小學有教過喔 有印象嗎 小學教過 來 有聽過正比的舉手 喂 請 terms